橋下燃血計程車 問獎出班人間蒸發 紅衣少年神秘壓車 大膽送女友上學 雙下缺錢泡網咖 隨機挑大夜班行搶 姿勢修剪刀叉死狀才 家屬悲痛認識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七樓傲少年 隨機殺問獎案 今天事情畫面當中 身穿紅色外套的15歲流性少年 就跟在開著計程車的 零性少年後頭 等到他們共同把正姓 計程車司機棄屍之後 再把車輛丟在中砂大橋下 才共乘計程車準備返家 而就是這件顯眼的外套 成為警方破案的關鍵 在錄網前 兩名少年還在奚羅的 這處網咖打電動 兩人坐在一起討論 有說有笑 可能籌碼用完了 這時已經是下午3點50分 兩人只得站起來走出網咖 卻不知道這時 遠景已在門外埋伏 警察來了 警察過來了 看來有個阿姨你在這裡 兩人邊說邊笑的 要去簽犯案當時騎乘的 銀白色機車 正要發動時 遠景一擁而上將兩人制服 兩名少年也知道 事蹟敗露沒有任何反抗 乖乖束手就擒 兩個人聯手打死了司機 只搶到700塊錢 就在這個月的15號 凌晨2點半 兩人來到斗六火車站 叫車準備前往土庫 搭車期間因為不敢下手 還要求司機折返當時已經繞了80公里 就在回到其中一名流姓嫌犯的住處時 以信封洋裝腰付錢 卻拿出玉藏的尖刀猛刺問獎 將他殺死 反後兩人不僅開著計程車 把屍體再往濁水吸盤棄屍 還回到公廁洗車 一早竟然還開著死者的計程車 在女朋友上學 再把車子開往吸盤棄置 兩人年紀輕輕手段卻是如此殘忍 警方調查兩人都是來自不健全的家庭 流姓少年父親病逝後 母親不知去向 年邁的阿嬤又無法管教 只好放任他錯學私混 林姓少年父母離異 爸爸到台北工作管不著因此學壞 林姓少年的部落格中偏激地寫著 在學校讀書不如出來賺錢比較自由 還有在房間私混無所事事的照片 詢問學校 林姓少年高一初就由家人辦了休學 之後就到雲林和流姓少年 有時到貨物運行打零工 還參加跪教班混廟會 沒有大人的關注 也缺少社福機構追蹤 兩人缺錢動了歹念 在15歲的年紀住下大錯